我觉得我们钱要用在刀口上 这是全民的财产 我要求他们就一定要彻底去测查 绝对是零容人 态度非常强硬 就是因为新清安贷款推出后 已有57980户核贷 但也出现乱象 财政部说要查到底 寄出新招 修正清安贷款原则 申贷新清安即日起现贷一次 还要求新贷户 真提自助切结书 我就是要他们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把它查出来 但问题来了 同一个屋檐下 住了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现代一次的规定下 子女长大要买房 身带新清安 可能就得搬出去 而夫妻俩若想换房 难道就得离婚吗 用老公的 现在用老婆的 一生一次还是一户 一生一次 这个你们搞清楚 你们也要有些 对对对 我们正好保护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我们在会后 我们在提供给大家 这个标准答案 修法似乎还是修得不够完善 目前传出已有公股行库 查到将近500件 可疑违规个案 财政部说详细数字还在查 预估违规户得追回上万元 预计每一户追回的金额 大约是在三万块左右 追回的金额不多 对是整体的市场影响也不大 但是会对市场产生 嚇阻的一个效果 虽然政院再出招用意虽好 上路不到一年却漏洞百出 这法可能得继续修个没完 东森财经新闻中 五军流音音在太后道